日本職棒獨賣巨猿和火腿的熱身賽 台灣好手楊帶剛和王伯榮都有出賽 一舉下半 先來看看獨賣巨猿的進攻 火腿先發投手上緣劍態 狀況並不理想 開賽的第一球就被擊穿上輝 敲出三有的船員安打 擊穿倒上二壘之後 隊友版本勇人 選到了寶宋 雖然玩家號左外野的飛球出局 但是鋼本合真 又是連看了四個壞球 居然形成蠻壘的大好機會 羊炮 Guerrero沒有錯過 拉出了左外野方向 石破天晶的滿貫全力打 幫助巨人 在一開賽就取得4比0領先 上緣劍太在這支全力打之後 先是讓楊帶剛打出二壘方向的 平飛球遭到截殺 接下來又被石川聖武敲出安打 還好是順利解決到了吉田 結束這個半局的危機 總計上緣先發四局被打四支安打 因為 Guerrero的滿貫炮丟掉四分 火腿隊部分在第三局追回兩分 接著六局上半 第六棒的山谷拳勢 面對巨人先發投手姿勢中 這一球敲出了右外野方向 剛好越過大城的洋拳炮 幫助火腿追到3比4的一分差距 只是遭投完這局也退場 先發六局被打七支安打 送出6K丟掉三分 是一場優質先發 台灣好手部分 楊帶剛擔任指定打擊 三個打數沒有敲出安打 吞了2K 在第七局上半 也因為巨人調整守備 取消第二局的退場 王伯榮的部分 投降擔任指定打擊 狀況也不是太好 四個打數沒有安打 被K了兩次 熱身賽的打擊率掉到了一成七六 居然打現在第七局 追加兩分保險分 搭配三任後援投手 沒有被擠出安打 無失分的精彩表現 最後獨敗居然是以6比3打敗火腿 熱身賽的戰績提升到 八勝五敗 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